这是艺术与生活的全面交融 这是古典与现代的激情烫装 竹叶清酒中国油画人物质 绽放最真实的艺术人生 这幅再熟悉不过的油画 就是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开国大典 但遗憾的是 现在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这幅油画 并不是董锡文的原作 而是由介上义 赵玉 根据原作同时参照印刷品临摹复制 最后在1978年 由一位青年油画家修改并复原的 令人称奇的是 复原的作品与原作如出一辙 这位当年修复开国大典的油画家 就是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 颜振夺 1978年初秋的一天 正为中国革命博物馆 创作历史题材的颜振夺 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 当时我在那个葛伯那 搞一个 他们搞一个关于朱老总 在太行的这么一展览 我在那呢 就是画朱老总的一个肖像 原来由于历史的原因 董锡文先生的开国大典 遭到了多次修改 为了还历史真实面目 有关部门要求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 但由于董锡文的原作 当时已经无法复原了 中国革命博物馆 只好决定在晋上义 后来临摹绘制的开国大典上修改 当时呢 靳先生呢 他文化部有一个高教的这么一个 去出国考察团 结果他就没法来完成这个工作 他就问说当时谁还在那 葛伯那在画画 他们说 说严正哥还在那 完了他说 那就严正说行 让他行 让他去改 绝对没问题 当时接这个任务呢 当然我自己是很兴奋 兴奋不已的严正多 同时也感到了压力 因为董锡文先生的开国大典 是中国油画发展道路上 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如何与原作一致 不仅是对自己的考验 也是对中国写实油画技巧的考验 我在画作当中 反复的看他的那个 金先生所临摹出的啊 他那个效果 他用色呀什么的 我又反复的看董先生的原作 也和他印刷品 他一些东西 这些全是我在 才去把握自己 我在塑造这个刘少奇 这个主席的形象 我画完了以后 管理的是非常满意 大伙太关注这个东西了嘛 大伙看了以后 还是还是满意的吧 1979年2月1日 中国农历的春节 这一天 在北京中山公园 举行了一场 由37位油画家参加的 迎春油画展 这是十几年来 第一次不设审查制度的 民间画展 在不同时期 从事现代风格艺术创作的 刘海素 庞勋琴和袁韵生 都有作品参加展出 这次 后来被油画界称之为 中国油画革新浪潮的画展 就是由严震度和他的同学 庞钧发动和组织的 78年的时候 我们有三人画展 我庞钧和曹特立 我们有三人的一个 风景写成画展 当时反应就非常的 这个 非常好 反应很热烈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就想 我能不能联系更多的人 不是说为了 非常明确的一个政治目的 来做的创作 而是说 回归艺术本体 回归艺术 它本身应该在社会的职能 后来 严震度在迎春油画展的基础上 组建了北京油画研究会 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在我国掀起了一股油画艺术新风 当时 严震度还主张 中国的油画应当立足于自己的本土 并率先到新疆 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 采风血生 新疆等西北风情 也成了严震度当时油画创作最常见的题材 82年吧 我去新疆了一段时间 所以会画了一批新疆的东西 包括新疆的集市 还有呢 就是广西 壮族那时候 一个小女孩 她叫微风 还有后来就包括表演陕北的 陕西省的那个大红枣 在这些作品中 严震度用大笔触 概括地表现了对色彩的感受 红 绿 白的使用 使画面充满了原色的亮丽 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这种造型与色彩的变化 也在相当程度上 代表了严震度在艺术历程中 和个人风格上的执着追求 其中记忆中的水箱 温暖的风 获得了第六届全国美展荣誉奖 油画 要想走出一条 我们自己的路 在这个基础上 我就实际上我在油画当中 在油画创当中呢 我既吸收了这个西方的 阴阳派的一些个色彩 他们的一些规律 一些理念 同时呢在这个造型上 在这个塑造形体上 这种我又吸收了一下 咱们中国的那种 那个写一画的那种啊 讲究比意 1985年 青年油画家们 以思想上的锐气 和艺术上的多样化 为美术界 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后来被评论家称为 八五美术新潮 中国当代油画 一彩分成的格局 似乎就要形成了 当时 处于油画艺术前沿的 严振夺 决定到国外去看一看 为什么想出去 因为那时候 七几年底 八几年初的时候 出去好多人 他们所回馈回来的东西 直到这直到那吧 什么这不行那不行 当时我老觉得就是说 好像 应该有出去看看的 这种必要 要了解一下 广从画册上 广从这个媒体上 看到东西 和这个心生感受 这是不一样的 1991年10月 年过五旬的严振夺 结束了三年多的 刘美访问 回到了国内 不久 就在香港举行一次 个人油画展 吴冠中先生 在看了严振夺的展览之后 感到十分震惊 并做了这样的评价 严振夺 已经掌握客观形象的法则 发现了客观形象中 美的构成规律 他重复了赛上的道路 一方面对我的这种鼓励 同时它也是一种期许 希望我 应该 有更好的创造 这样的 因为他呢 我在 62年的时候 我到大学 在大学的时候 他教过我 他是我的一个 这个专业课老师 1962年 在北京艺术学院 学习的严振夺 迎来了他的老师 吴冠中 作为严振夺 艺术道路的领路人 吴冠中 无论是人品 还是对艺术理解 都是严振夺的楷模 当然 除此之外 对严振夺来说 还有一种对艺术的执着 小时候的一次不幸的经历 是严振夺失去了一条胳膊 但这 并没有使他失去对艺术的渴望 不过 从一个富极求知的 懵懂少年 成长为一个油画家 其中付出的艰辛 是大多数人体会不到的 我有一种 非常的这种满足感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在常人觉得 不可能进入下 你缺了一只手啊 你还能把它做成了 那种心里的满足 没法体验 就是 实际上在克服困难当中 其实我想上了一种幸福 生活上的艰辛 或者说 就是说在工作当中的不变 实际上我觉得 不会对人的这种追求 产生那种致命的这种困难 这不会的 实际上 关键问题在哪 就是说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做一个人嘛 你有没有一个 就是说 对你要追求的 就是从事的工作 或者你对喜欢的这个事业 有没有一种 一往无前的这种 这种动力了 其实 正是这种 一往无前的动力 是严震夺 在油画艺术上 终有所救 而这 正集中体现了 严震夺的艺术追求 与同行们的不同之处 显示了他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 艺术个性和格调 这可以从他的 更具学术探索性的 乾隆花园 长城 细语 蛙鸣等作品中 得到体现 在这些作品中 严震夺 以典型的中国景观为主题 把油画形式语言的表现力 同中国血液花鸟化的 韵笔感觉相结合 形成了强烈色彩的进退 穿凿的视觉效果 1998年 就在严震夺进入油画创作的 另一高峰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使他的油画创作 发生了改变 原来 同窗好友叶武林 力邀严震夺一起 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纸 创作大型壁画 在文学馆内 创作一幅 以中国现代文学明珠 为主题的壁画 实际上 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当时 很多的油画家 都不敢接这个火 首先这件事情 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说 它使我 使我有一种冲动 一种创作的冲动 因为我对 五四以来的 这些现代文学 整个他们的创作 这些艺术家们 他们的文学家们 全是我心中的偶像 确定这个壁画的主题 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严震夺和叶武林 以及他们的助手 秦秀杰 白玉平 严震夺等 翻阅古今中外壁画资料 恶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 经过咀嚼消化 最后 严震夺决定 精炼成四个字 苦难 抗争 为两幅壁画的主题 实际上真正最大的问题是上画面 一上画面以后 你怎么实现这个东西 我们小狗啊 小稿子我们是画了好多 而且我们还做了用石膏翻制了一些带起伏的 我们上演的也是做了好多 在尊重文学作品的情节的前提之下 尊重人物 他那个具体情节当中的具体瞬间的可能性 我们采取了一种秀向的方式 就是说 尽量的给人一种完整的一种 这个文学形象的这个 人物的这个塑造一个完整的形象 2000年5月23日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新馆开馆了 其中 位于大厅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的受难者 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的反抗者 特别引人注目 赢得了专家们的好评 在处理这个话 我们等于是背景是用一种 一种浅浮雕 是彩色的浅浮雕 把彩色给它适当的降低 浅浮雕呢 我们又没有过分的强调它那个浮雕的完整性 在前面的文学主要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 我们用油画来塑造它 就是更真实一点 讲究光影 色彩更鲜亮点 这样的话就是 因为它那个质感不一样 它那个手法不一样 它从视觉感受它 马上就感觉区分开了 在这幅壁画中 严震度利用敦煌壁画的色彩 埃及的彩色浮雕 波浦的影像叠加 同时用旧报纸 旧文件 老新闻图片等实物的摩梯做背景 采用丝网印 高浮雕等多种艺术手段 加强视觉效果 刻画出近百个个性迥异的文学人物 与背景后面的制作效果形成对比 给人以灵而不乱 呼之欲出的感觉 2004年 严震度与业务灵合作的壁画 受难者和反抗者 荣获了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 这个壁画以后 我画了一系列的 也是公共空间的一些个绘画 很大幅 也很大的 比如我给中生公园 中生公园音乐堂 他们画两幅 两幅是岩彩的 就是说不是油画 是岩彩画 这种利用天然岩石粉末 用油或水进行调色的 中国岩彩绘画艺术 在中国销声匿迹 一千多年后 似乎在严震度的笔下 又得到了重生 后来 严震度创作的颜彩画 黄土高原 参加了2005年 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引起了外界的羡慕和好奇 评论界他们一直在说 说杨仁多 你怎么回事 怎么你看 刚刚这画挺好的 我们觉得挺好的 怎么你又变了 刚刚又变了 这怎么回事 好像 你就那儿坐下就挺好了 我觉得这是什么 是一种艺术家 他在这个创作当中 他不断的有新的感受 这种权利家 就寻找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一种新的语言 怎么把这种新的感受 能把它述说的 更到位 2006年5月 严震度再一次踏上 新疆的写生之旅 这里严震度第一次去西北 已经过去了24年 这时的严震度 已跃进了人生的百态 积在胸中的大悲 大喜的感情很多 但如何留下这极具 时代意义的精神痕迹 也许才是他最想做的 因为从已数十年来 心灵的颤颤 与形象之裂变 相碰撞吻合 是歌 是哭 都是严震度 在踏破铁鞋中 苦苦求索的人生 和艺术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